可以帮偷牌買upcase嗎 兄弟姊妹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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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見到大家 很高興見到大家 很想念大家 但是我五天之後就會離開香港 結婚週年旅行 所以下星期我不在 不過有人在這裡很高興 手信 手信這些東西一定很高興 去很開心的地方 很高興 手信說了 很高興 很害羞 為什麼很害羞 因為從上星期到現在 不斷想著大家 為大家祈禱 見到真人就會很害羞 這樣 那 欸 可不可以給我一張嗎 有很多嗎 講到筆記 後面有沒有 麻煩你 字幕 今天的題目叫做 學習領袖也是愛 一起讀 好嗎 一二三 學習領袖也是愛 OK 明白嗎 這些七個字 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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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可以 領袖應該明白嗎 我們要學習去領袖也是愛 那 我們一起祈禱好嗎 天父我們多謝你 所以 很感恩 因為一開始敬拜的時候 我真的感覺到 你釋放一個 自由的靈 一個喜樂的靈 給我們 給我們 可以去 經歷到 你和你外相交的喜樂 我知道 在我們中間 有一些大兄姊妹 都在經歷著這份喜樂 祝我們 祝祝你在十字架裡面 給我們有這份喜樂 但是主同樣可能有一些的弟兄姊妹 他們在經歷著困難 他們心裡沒有這份喜樂 他們心裡沒有這份自由 但是主要求你的愛 都充滿他們 主要讓他們去釋放 讓他們真的 不僅是唱那首詩歌 是他們真的得著自由 去為你而活 因為你十字架 就要成就這個工作 耶穌,我們求祢 聖靈,我們求祢 去運行 在我們中間 帶領我們明白祢的話語 為多謝祢 祷告奉耶穌基督的名字 阿門,接著 我們來給主掌聲,好嗎? 接著 上次我講到 Sara在這裡 就是上次我講到 然後我再之前和你吃飯 吃飯的時候 你聊聊天 然後你講了一句話 你說 你講那些 然後你彈了一句 我對於我很深刻 你是舊樣的學者 因為你這句話 我馬上回去悔改 我發覺我很少講新藥 所以我自從那次之六年 都講了幾個禮拜新藥 不過上個禮拜你不在這裡 所以今個禮拜都是講新藥 這次來到耶穀方的十三章 一到十七節 這是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個故事 就是耶穌去慰門徒洗腳的故事 我想問有沒有人是聽過的? 就是耶穌慰門徒洗腳 也應該聽過 感謝主 我也想知道 有否有聽過耶穌慰門徒洗腳 沒有聽過耶穌慰門徒洗腳 也應該聽過 那一句話 就是祈禱可以了 不如說 我讀單數 第一節 如月節以前 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 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 就愛他們到底 吃晚飯的時候 我會以將萬有交在他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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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且知道自己是從乎出來的 又要歸到腹那裡去 就歸你站在萬有的免同 那一條仇恩創意 隨後把水倒在盆裡 就洗門徒的腳 並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擦乾 這一經文就說到耶穌知道自己 時候差不多了 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 弟兄姊妹 你知不知道這句意思 即是說耶穌即將要面臨 他心靈內的這件事 是的 Dance of 字架 一個人臨死之前 是很反映到他真心的說話 和真心的內心世界 是不是 通常臨死之前 有沒有試過 沒試過 我試過 臨死的時候 不是我不是臨死 就是探病 臨死之前 就捉住 哎呀 好愛你 你振作 加油 是不是 所以 你在一個人的臨死裡 其實你會知道 他的內心世界是什麼 耶穌差不多去Dance十字架 所以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時候 雖然耶穌是永遠活著的 不過耶穌的肉身 他只剩下很短很短很短的時間 和他的門徒在一起 就好像今天我還有很短很短很短的時間 我就要飛去旅行了 所以我的心都是講到真心的說話出來 所以時候不多的時候 這些叫抽水 網上那些 無關事不過 耶穌就將他的真心交出來 經文說到第一節 他說 他既然愛世間熟自己的人 就愛他們到底 這句話我覺得有點吊詭 你想想 是什麼意思呢 耶穌最後臨死了 他就說 我要愛門徒 愛到底 那就是說 耶穌之前是 愛不愛到底 還未愛到底 好像有點矛盾 耶穌會不會這樣 好像 好像那些人 拍散拖的那些 頭一兩個月就 給一點點感情 一兩元先 然後認真 才曬爛給他 我相信耶穌不是這樣的意思 明白我說什麼嗎 耶穌不是保留他的愛 他有一瓶愛 先給你半瓶 留自己 我相信耶穌不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這個經文是一個關鍵 令到我們想 究竟 什麼叫做耶穌 在這個關鍵的時候 愛到底 我相信不是說 耶穌保留了一些愛 就是愛著你一半先 看看你乖不乖 你也挺乖的 耶穌就愛了那一半給你 我相信不是這個意思 我相信經文的意思就是 耶穌要在這一刻 用一個很極端 用一個自盡 自激 自憎的方法 令到門徒完全明白他的愛 等於師妹你想想 門徒其實之前都經歷到耶穌的愛 例如你想想 十二門徒經常跟耶穌在一起 可能有時候會沒有水喝 沒有食物 記不記得一個神跡 就是耶穌把五頂而餘變成餵飽 有幾千人 其實那個餵飽幾千人 當然不只是餵飽那些群眾 也餵飽門徒 透過耶穌有可能跟門徒走的時候 門徒有些人不明白 他說耶穌究竟這個比喻是什麼意思 耶穌就用很溫柔 他有耐性的眼神去看著他 以及去教導他 所以在過往裡面 門徒都透過耶穌的照顧 教導 管教 鼓勵 代討 經歷到耶穌的愛 但這個經文很關鍵的就是 原來耶穌快要在十字架 如果這幫門徒 還未能夠完全明白神的愛的話 你想想有幾大一件事 因為門徒就是地上神託父 他要傳福音的代表 如果他不能夠完全明白神的愛 他傳不傳到貼背的愛 他傳不到 所以耶穌就很擔心 我說離婦的時候差不多了 我要用一個最憎最激最爆的方法 令到門徒要完全明白耶穌的愛 所以耶穌就做了這個洗腳的動作 通常我們說洗腳這個故事 我們都會說 用聯想道服侍的 即是我們要給一次洗腳給一次服侍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關於洗腳這個道 但我再看來看去看來看去 我都會覺得 這個重心不是說服侍 這個重心是說經歷神的愛 弟兄姊妹 原來耶穌對我們的愛是愛到底的愛 所以他用一個這樣的方法 洗腳的方法 令到我們完全去明白這一份愛 在引言中第一件我想說的就是 耶穌對我們的愛是永遠不會放棄 直至我們完全是甚麼為止 明白為止 以前耶穌都是真心地去全心全意愛他們的 藉著照顧、保護、教導、鼓勵 但是門徒到現在還未完全明白耶穌的愛 所以耶穌唯有好像被迫 要用一個很激進的方法去表達這一份愛 令到門徒明白 第六節 當他洗腳的時候 經文說 挨到西門彼得 彼得就對他說 你幫我讀隔著那些好嗎 1、2、3 1、2、3 耶穌回答說 我所做的一切道好嗎 你如今不知道 後來必明白第八節 彼得說 你永不可洗我的腳 耶穌說 我若不洗你 你就與我無份了 原來當耶穌為每一個門徒 洗腳的時候 一路洗腳的時候 他靠近這個門徒 看到什麼嗎 彼得 沒錯 當他要去洗彼得的腳的時候 他的反應是接受還是拒絕呢 他的反應是拒絕的 他問 主啊 你如何能洗我的腳呢 停一停 如果耶穌來洗你的腳 你會怎樣 嘩 是嗎 我想問 如果我們真的試過營會 是營會的 14年了 是嗎 14年 15年 領袖 14年 我們領袖 你們不在 我們領袖真的是洗腳 我記得幫我洗腳 當然我們沒有一盆水 我們用拾紙巾 洗一下 擦一下 應該挺乾淨的 沒有 你們不在 領袖 也有一次是這樣的 那次我們回想 你覺得怎樣 如果有人幫你洗腳 不要說耶穌 有個大兄 有個子妹 幫你洗腳 很尷尬 你看著他 你又不知看著他 你看前面又好像很沒禮貌 很尷尬 尷尬 尷尬是甚麼呢 受不起 受不起 哇 耶穌來洗我的腳 彼得和我們一樣 我們受不起 經讀很重要的第七節 他講了一個關鍵 耶穌就說 我現在做的事 你如今不知道 一切我不知道 後來必要明白 即是說洗完腳的時候 那一下彼得明白嗎 彼得是不明白的 彼得說 耶穌為甚麼你要做這個動作 為甚麼你要洗我的腳 我接受不了 原來當時彼得也不明白 他要很後期才會明白 因為他會說 第一件事我想說的是甚麼 第一點 原來最難明白的愛 是耶穌那個無條件 接納的愛 耶穌說 你不會明白的 你現在不明白的 彼得會說 但耶穌我聽過你說道了 耶穌說你不明白的 彼得說 耶穌我見過你行神職了 耶穌說 你現在不會明白 彼得說 耶穌我看過你做的事 我見過你服侍人了 耶穌說 你現在都不明白 因為第一件事 你要知道 在左邊的下面 屬來真理的 原來耶穌那份無條件的愛 是不可以只透過聽到 而必須藉著經歷 你才會明白 因為當時彼得還未經歷過這份愛 所以他不明白 彼得的意思就是 耶穌啊 我接受不了你去這樣為我 我接受不了你去這樣洗我的腳 但是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究竟洗腳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在這個經文之後會說 原來洗腳是象徵了耶穌的接納的意思 是耶穌接納他的意思 因為第八節這樣說 耶穌說 如果我不洗你的腳 你和我就沒有甚麼 沒有份 沒有份 即是說 你和耶穌的關係 不能夠維持結納的意思 第八節 你和我沒有份 即是說 關係是破壞了的意思 所以耶穌來洗他的腳 藉著洗腳 那 耶穌和彼得的關係 現在有沒有份 有份 他們可以有這樣的關係 所以這個是代表接納的意思 有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好像彼得這樣的 耶穌我接受不了你 這麼接納我 我接受不了你 這麼要來洗乾淨我的腳 耶穌我真的接受不了你 你這麼覺得我沒有問題 我舉個例子 我記得一次 我舉個例子 我們就是一間屋好嗎 我們就是一間屋 那 那 有沒有人家 你知道自己的家是很亂的嗎 或者你的房間很亂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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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在你的房間 或者你的房間很亂的時候 當有些人上去你家 你是不太好意思 讓他入屋或者一房間 有 有 聽我說什麼 我現在的家也是超亂的 因為自從我得知會搬屋的消息之後 我和CC都有一個默契 就是不要再執屋了 因為會搬屋 那 當然我都不會請朋友上來 對吧 我記得一次有個同工 我們出來見一下 然後我們都說 不如上去他家 不要啦 上你家 不要啦 上你家 大家都沒有執屋 結果就出去 就是Pasmic Coffee也坐了 如果你幻想你的生命就是一間很亂的屋 我一個最尊貴的賓客 耶穌要來到 你當然覺得不好意思 是不是 我都沒有執屋乾淨 我的房間 那我執屋乾淨才讓你進來 是不是 但耶穌會跟你說 其實你永遠都不執屋乾淨 你要讓我先進來 我先幫你執屋乾淨 但我說不要啦 耶穌 我接受不了 不如我執屋乾淨才讓你進來 耶穌就說 是我進來才執屋乾淨 你自己永遠都執屋乾淨 我們的生命就是這樣 耶穌讓我搞定我自己 先讓你進來 耶穌說 你要先讓我洗腳 OK 有沒有人是知道耶穌接納你的 舉手 OK OK 好有信心 多少次 你很相信神接納你的 舉手 OK 你很確信 同一個信心 知道自己也有接納自己的 舉手 自己也有接納自己 為甚麼 為甚麼 為甚麼剛才大部分人都知道耶穌接納你 但你自己不接納自己 其實有很多時候 表面我們好像很謙卑 耶穌啊 我真的有很多罪啊 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真的不敢接納我 其實 其實 我們是在跟神說 神啊 我對我自己的聖結的要求 更高過你 你明白我說甚麼 我再說一次 因為我們覺得耶穌可以接納我們 但我們自己不能接納自己 其實就是某廷造上說 耶穌 我對於聖結的要求是高過神的 你想想 高要求難滿足一點 高要求難滿足一點 所以 舉個例子 神是要求你做100分 耶穌你用保血洗淨我之後 我就要100分 那是否神會接納呢 你明白我說甚麼 但有時我們要求自己做200分 所以我們自己也接納不到自己 我們自己也接納不到神 能接納我們的東西 我再換句說法你就明白了 我再換句說法 有時 神說他已經接納我們 但我們接納不到自己 其實的意思就是說 神啊 我犯罪的能力 是大過你射臉的能力 你想想 是不是 神啊 我能夠犯罪令到自己 髒到你都解決不了 又或者 反過來 神啊 我犯錯的能力 是大過你補救的能力 所以請你不要來幫我了 有時其實我們這一種是一種的驕傲 我們覺得自己 我能夠弄到自己差到一個位置 神也接納不到我的 所以我也接納不到自己 所以這是一個驕傲 原來我們都好像比得一樣 我們也接納不到耶穌 接納我們 我們還沒預備好去遇見神 簡單說 我們會覺得自己還沒夠好 明白嗎 神說你已經夠好 但我們覺得自己還沒夠好 我們會跟自己說 I am not good enough 我不夠好 我再說多次 弟兄姊妹 你犯罪的能力 是遠遠遠遠遠小過神社面 神社面和折納你的能力 是遠遠遠大過你犯罪 跌倒軟弱拒絕自己的能力 就好像你做錯事 你玩蠟燭燒著了 你可能燒著自己的手 燒著自己的衣服 燒著整間房也好 你怎樣玩火 都是一個人拿著火柴玩火 但是神的補救能力 就好像降雨一樣 無論你做錯事 他都可以幫你包底 幫你赦臉 明白嗎 神赦臉的能力 是比你犯罪的能力大 所以 但是我們有時不明白 耶穌這個折納的愛 所以我們犯完罪 我們不敢來到耶穌面前 我們不敢去親近祂 在經文第九節 它說 西門彼得對主說 是說 主也 不但我的腳 連手和頭也要洗 第十節你幫我答 好嗎 一二三 耶穌說 凡洗過草的人 只要把腳一洗 全身就乾淨了 你都是乾淨的 你也不都是乾淨的 耶穌原知道是賣他的是誰 所以說 你們不都是乾淨 這個經文開始解釋 請你寫下 洗過草 耶穌就 彼得就這樣說 如果主你真的要洗乾淨 你洗我的腳 他就說 不如你不要洗我的腳 你洗我的什麼 手和頭 是不是彼得特別髒呢 不是 因為 經文不是說乾淨的問題 經文是說接納的問題 因為耶穌說 我洗你就愈你有份 經文都是 從頭到尾都在說接納的問題 那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彼得會說這句話呢 當耶穌說來接納你的時候 你會說 主啊 不要 多些 洗腳就接納 不過不要洗手 洗頭 洗頭 其實 彼得的意思是 主啊 我覺得 你對我的接納 未夠好 所以要再多些 你有沒有覺得 其實神對你的接納 都好 不過未完全 原來 原來 彼得的意思是 主啊 更多 更多 更多的接納 然後耶穌跟他 說一句話 第十節 他說 一起讀 一二三 凡洗過醋的人 只要把腳一洗 全身都乾淨了 耶穌說到關於兩個概念 第一個概念叫做洗澡 洗醋 第二個概念就是 洗了糧的人只要做什麼 洗了腳 來一次 洗了糧的人只要做什麼 洗腳就會乾淨 洗腳是代表已經悔改重生 領受了耶穌的乙 公義的乙 寫下好嗎 領受了耶穌的乙 有沒有人是已經重生得救的 重生悔改 真是基徒的 你領受了耶穌的乙 你領受的 即是二就是接納 領受的 那就是舉著手的人 你對他自己說 我只需要洗腳 因為在法律上 我們已經完全得到 100%絕對完美 重神的接納 那我也很難解釋給你聽 你覺得天父有多接納耶穌 完全 天父有多接納耶穌 耶稣这一个的义 这一个的接纳 就百百地赐给我们 即是说你来到神面前 祈祷的时候 天父竟敢接纳耶稣 就是天父竟敢接纳你 是因为耶稣一个 补血洗净你 所以你来到神面前 是用耶稣的地位去祈祷的 那彼得就说了 耶稣你做得不够好 不如你再做多些 你洗得不够干净 即是你已经得到 耶稣的公义 这个公义是否完美 是完美的 是吗 可不可以再多些 不行 即是说 洗得不够干净 耶稣的义 天父对耶稣的接纳 是完美的接纳 是不能再改善的 不能再改进的 不能再多些的 所以彼得说多些 洗得多些 耶稣说不能洗得多些 因为你是完美 地被接纳 你是完全被接纳 你这种接纳的程度 就是天父接纳耶稣的程度 是不能再去 更改善的 不能再提升的 所以彼得的问题就是 他不明白这个神 对他的意 很多时候我们都靠自己 我们觉得 耶稣我知道你接纳我 不过我要再做多些 再赚取多些你的接纳 其实不需要 耶稣已经百分一百 完全地 完美地 是不能再改善 不能再多些的接纳 因为是一个完美的接纳 是一个完全的接纳 在这笔记里面 熟灵真理那里 他说 因为十字架的工作 耶稣已经完全地 绝对地 接纳你 你不能够做任何事 使得耶稣 比现在更加接纳你 接纳你 你不能够做什么 令耶稣更加多的接纳你 在第二点 我告诉你 第二点 我们不能靠 上面第二点 我们不能靠 靠自己的力 去赚取耶稣那份 无条件 指纳的我 我也觉得很难解释 就是应该求圣灵 和你自己说话 主啊 我真的很难明白 为什么你会完全地 去接纳我 我举个例子 好吗 举个例子 假设我和一个朋友 吵架 吵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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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向我认错 我就原谅了他 那我已经绝对 接纳了这个朋友 对不对 其实无论他在香港 我也完全接纳他 无论他在外国 我也完全接纳他 不过当他 如果这个朋友 他回到香港的时候 我很想打电话 约他出来去见面 对不对 我做打电话 见面这个动作 不是要缓取 他对我接纳 或者我对他接纳 是因为我们 已经绝对来接纳了 不过透过这个动作 我们可以更加的 亲密 耶稣的意思就是说 洗醋就是 我已经完全接纳了你 洗醋 接受了耶稣的意 但是为什么要洗脚呢 洗脚就是象征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 还没说 洗脚就是 把脚一切代表什么 每天的认罪 认罪 将拦阻你和神关系的东西 除掉 所以你认罪 不是要赚取神对你的接纳 就好像我打电话 有个朋友出来 我不是要赚取他对我的接纳 是因为我和他已经非常接纳 但我很想更加和他亲密一点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耶稣说 你洗完脚 我已经完全对你接纳了 但是你只需要每天认罪就够了 因为认罪是将你和神的关系拉近 将拦阻的东西拿开 是因为耶稣已经完全接纳你 但是 这些未认罪悔改的罪会拦阻你 最后我们总结 打了两个总结 不要紧要你看得明白 总结 我们学懂 领受爱 才会懂得去思与爱 第十二节感觉 耶稣洗了他们的脚 就穿上衣服 右坐下 对他们说 我向你们所行的 你们明白吗 第十三节 耶稣你们称呼我夫子 称呼我主 你说得不错 我本来是 十四节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 尚且洗你们 大家一起读 好吗 一二三 读多一次 你们也当彼此 甚至一起读 我给你们作料榜样 叫你们照着 我向你们所作的退作 十六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祝福人不能大过主人 猜人也不能大于猜他的人 你既知道这事 若是去行 就有福了 耶稣是想我们彼此接纳 彼此的伤爱 彼此的伏事 故事在十七节 好像暂时告一段落 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故事去到十七节 你觉得彼得明白了耶稣的爱没有 其实是不明白的 为什么呢 我一起看后面的经文 后面 在曼太坊第二十六章三十三节 经文这样说 这二十六章三十三节 是发生在洗脚之后 洗脚之后 很关键 你要知道 彼得就说 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 我都永远不会跌倒 原来经文是说 耶稣要钉十字架 然后 差不多要去死了 所有门徒都说 耶稣你去死 我跟着你一起去死 耶稣你要去哪里 我跟着你 但彼得当时说了一句 很夸张的说话 他说 耶稣我会跟你跟你到底 我会爱你爱到底 我会爱你直到永远 我会爱你直到你第二次回来 所以全部人跌倒 我的小章全部组完回教会 我都会回教会 如果全部人敬拜你 我都敬拜你 彼得是这样的意思 所有人都会跌倒 但我会不会跌倒的 经文去到十三 以后十三章之后的经文 36到38节 彼得就对西门 彼得问耶稣说 主往那里去 耶稣回答说 我去的地方 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一起说现在 耶稣说 你刚才说 耶稣说 现在不明白 后来就会明白 耶稣说 你现在不明白 将来就会明白 耶稣又再说回这个概念 他说 你现在不能去 后来他要跟我去 彼得说 主啊 我为什么 现在不能去 去什么 去跟耶稣死 耶稣听了十字架 所以彼得说 我都要跟你去死 我要爱你爱到最远 最后 我愿意为你写明 38节 彼得说 耶稣说 你愿意为我写明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一起读 鸡鸟而舌 利要三次 不应爱 我总猜一想 整个经文想说 什么 圣经说 耶稣就来钉十字架的时候 到了 他要爱门徒到底 当时的全部门徒 都经历到耶稣部分的爱 但是没有一个门徒 完全明白耶稣接纳的爱 耶稣就用洗脚这个禁击的动作 去最后一下 沽住一扎 直至都要门徒明白 他接纳的爱为止 在这个时候 彼得竟然说了一句 主啊 如果你要洗我 不如洗我的手 洗我的头 主啊 你对我的接纳是不完美的 我要帮你做多一点 我要令你更加接纳我 耶稣就骂他 不洗的 我对你是绝对一百%的接纳 然后耶稣就叫他们 比起洗脚 过了这件事之后 经文说 彼得都不明白耶稣的爱 所以他就说 主啊 全部人不去跌倒 我都会 全部人跌倒 我都会跟随你的 原来我们很多时候 好像彼得一样 我们会 认为自己有力量去爱耶稣 彼得是否觉得自己有力量去爱耶稣 是的 他觉得好像死 全部门头都会跌倒的 我就不会跌倒的 有时我们觉得自己 好像彼得一样 我们可以去爱耶稣 但是其实我们还没有去领受 学习 明白 经历这份爱 你是给不到一些你没有的东西 对不对 如果你领受不了爱 你给不到爱 彼得也是这样的问题 他经历不了爱 彼得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 字二 中文叫做自己的字 公义的字二 你可以写下 字二 一起读马太风五章三字 好吗 一二三来 再读多一次 虚心呢 是指 灵里面 非常 非常 极度 贫穷的意思 是指 这个字是指 极度的贫穷 貧窮到好像一個黑衣一樣 貧窮到什麼都沒有 貧窮到他就算衣服 一杯水 一碗飯都要求回來 這樣的貧窮程度 神話在八幅裡面第一個幅就是虛心 就是說天國裡面的所有福分裡面的第一個福分 是虛心 一起說虛心 緊不緊要啊 很緊要 我們要知道什麼叫虛心 虛心就是極度貧窮的人 我查了幾張網上的照片 看到右下角那個 黑衣 我覺得都不夠窮 因為看不到他穿什麼衣服 這個是很窮的 你覺得他什麼都需要 需要水 需要食物 需要洗個澡 需要件衣服 你覺得這個人的硬疹是怎樣的 如果你去給他 很少的錢給他 給他一杯水 給他一塊麵包 你覺得他的反應是怎樣的 馬上拿著 馬上拿著 我再舉一個例子 我再舉一個例子 如果一個黑衣很窮 很窮 窮到什麼都沒有 窮到一個星期都沒有吃飯 然後當人向他施恩典 向他施恩典 向他施恩餵的時候 給他一碗飯的時候 他會不會 他會 先放下 先盯上一碗 先做個謝飯祈禱 先拿我私家的筷子出來吃 先拿我私家的筷子出來吃 我沒有私家的筷子 神就說 我們來到他面前 接受他的愛 都要用同一個的態度 我們知道在神面前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得自誇 所以我們就要這樣來 需要神 我們不要拒絕神 我舉個例子 讓大家容易明白 你有沒有試過在新年裡 或者在家庭聚會 有親戚的 通常就會一起去喝茶 吃飯什麼都好 然後 我家裡試過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如果你有就明白 但我家裡試過 通常 最後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動作 一定會做的 就是拿什麼呢 拿完蛋 不要了 我給 不要了 我給 哎 火鍵 收我這個 就搶一張信用卡 這樣 是不是 我們中國人很可愛的 我們寧願是請人吃飯的 都不能被人請的 舉個例子 之前就是 David David 他跟母醫去日本 去日本旅行 去日本旅行 通常我們知道 都會托一些 去日本旅行的朋友 買一些東西 就是買一隻 衣喉嚨的東西 你知道什麼嗎 龍國散 沒錯 特別便宜 就是 有些人知道什麼 龍國散 然後就托 David和寶依 就是他老婆 去買了很多龍國散 給我們 通常我沒有什麼所謂 我就說 好啊 那你給我 我就收了 詩詩就不是這樣的人 他拿完就說 哎呀 給你錢 看到David說 給你錢 你猜他們說什麼 就是 我就很麻煩 一回到他就會逼我 你快點給母醫 快點給David 不要 你明白說什麼 我們很不想受這種恩惠 就是我們對神 對神也很難受這種恩惠 對人也很難受這種恩惠 對人也很難受這種恩惠 再舉一個例子 近來我搬屋 不是 都沒有搬屋 有人就送了 是不是 我送了 是 認識一個弟兄的太太 在家裡 有一個洗衣機 雪櫃 和電熱水 我新的房子 什麼都沒有 上次之前有 你幫我搬 那很 你老婆你有參與觀察這個搬的過程嗎 最後他有做事 有幫我用風膠一起包 沒有搬上樓梯 不過也有搬搬 然後 有一些很好的弟兄 很健碩 他就搬 他在雪櫃 一個人抬著 後面一個人鬥著 我是唐六樓 就是行六級樓梯 唐六樓 六級 六層 六層 總之很多層 然後搬上去的時候 那弟兄真的 真的不說得事 即是 他叫什麼 不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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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弟兄真的不說得 然後他就搬 其他弟兄都在後面抬著 他說 哪個要不要幫你頂一兩層 我來幫你頂一兩層 好嗎 那弟兄真的是他才說到 我們說不到 他說 讓我迎賣去 你明白嗎 讓我迎賣去 即是抬上去 迎賣去 他迎賣去 就抬上去 他們是 上完去的時候 滴了汗 一杯水都沒得給他喝 好不好意思 接著我後來就說 好嗎 我請你吃飯 他走了 我不知道他是否刻意 知道 就走了 他不想我破費 我就發訊息 不好意思 我有空約你出來吃飯 他就說 他說不用了 你搬家都要很多錢的 所以不用了 他又回去跟詩詩說 詩詩又是說 你要約會他們 吃飯 幾千元左右 在哪裏 吃好一點 我有個服侍的哲學 就是你有感受 你有領受給 我有領受收 老師對我說了一句話 他說 因爲 因爲 是拉近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如果有私恩惠給你 你拒絕這個因爲 就是說你拒絕和他更加親密 耶穌就是要來施這份因爲 但很多時候我們推開耶穌 耶穌不要 不要去為我洗腳 不要為我洗腳 其實我們裡面是有一種 那種自義的心態 我們覺得自己比別人好 如果比得好像一個黑衣 那樣 黑衣 這個黑衣 你覺得拿東西 他信不信尊嚴 他會不會顧形象 他會不會有人抵返飯給他 他說不好 他會這樣 不會 因為他是絕對的謙卑 沒有自義 他之旅在人面前 在人面前 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承認在神 在人面前的需要 我們 最後一點 最後一點 真理的道數 來真理 我們自己的什麼呢 義 公義的義 也都是自義的義 我們自己的義 比我們的罪 更難阻我們入天國 為什麼我們進不了天國呢 聖經說虛心的人有福 你要因為天國是貪無敵 你都進天國的 不過你得不到天國完全的益存 是因為我們未做到一個合意的心態 不要給我 不要對我好 不要什麼 耶穌不要這樣責罵我 其實我們未夠窮 我們未知道自己多麼衰的耶穌 我們未知道自己一無所有 我們的義難作 以創下書這樣說 所有的義都穿污衛的衣服 以創下書的義請你圈住 是人的義 也是自義 神說你的好行為在我面前是污衛 不值得自誇 但基督同學最喜歡自誇的就是 是的 我有些同學不信主 經常說髒話 其實我們有自義 靠神念吻我們 靠神幫助我們 我們有自義 自義難助我們更加多得盡天國 我舉一個例子 因為我信任大家 我愛惜大家 自量大家 我都相信大家是接納我 所以我可以說 我上個星期 上個星期包師傅說完 通常我們會抵抗的 包師傅說完 也很好 第二節都說 包師傅很好啊 很祝我啊 很開心啊 我心裏有一種 酸憤憤的感覺 你明白嗎 我覺得 哎呀 我覺得 比下去 神中了一句很棒的說話 跟我說 我真是攀躍在這裡 無話可說 他說你不要再追求 這個福興教會最佳熟靈表現獎了 你明白我說什麼 即是不要再追求 你明白我 你明白我 神跟我說這句話 哦 原來我的酸憤憤 是因為我要在人裏去找 我還拿著這個大獎 今天神就跟我講一句話 你記得剛才比德 我們去回二十六章第三次好嗎 上面那裏 馬太坊二十六章第三次 總結那裏 比德說那裏一起讀好嗎 一二三 比德說眾人 他以為你的緣故跌倒 我卻永不跌倒 神今天我在這裡祈禱的時候 我說是的 主要我都有自義啊 我有這樣的問題啊 我就是想 我這個 我最佳素齡表現大獎 所以我這麼多疾度 我這麼多酸憤憤憤 神接著跟我說一句話 他說這個經文裡面 比德其實不是敬拜 剛才讀過經文了嘛 眾人也跌倒 但是我不會跌倒 讀了了吧 OK 我想問這個經文裡面 比德敬拜在誰呢 比德敬拜在他自己 有誰像我 有没有唱过一首诗叫有谁能像你 歌中耶稣 我们有很多时候将这句说话 有谁能像你 拿出来自己用 我们回教会的时候就 有谁能像我 这么爱主 有谁能像我这么行 有谁能像我的恩赐 我的弹琴 吉他 打鼓 什么都好 有谁能像我的神 今天跟我说 收回这几个字 有谁能像我 是他说 不是我们说 是我们的志愿 有谁能像我这么爱主 有谁能像我这么火热 有谁能像我 神跟我说 有谁能像 Who is like you 这句说话属于他 不是属于我 彼得在这个经文 是敬拜着自己 高举着自己爱主的能力 不是高举着神爱他的能力 彼得是庆祝着他自己的多么好 不是庆祝着十字架九日 彼得是歌颂着他的慧生 不是歌颂着耶稣的牺牲 为什么有时我们经历到神的爱呢 弟兄姊妹 再说回字意的问题 我们最不开心 不是知道自己差 我们最不开心 是知道自己不让别人好 我再说一次 我们最不开心不是因为知道自己差 是最不开心 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东西给别人好 我举个例子 第一天你考试的时候 你打算考得很好 只答错那条 你计算来计算去那条是十分的 你以为你应该得到九十分的 你带着满心的期盼 拍拳的时候打算得到九十分 谁知道一开拳的时候 你发觉你得到七十分 你的心就一层了 哎呀 这么差的 但突然间老师说 我们给掌声给同学 全班最高分 七十分 哇 你的心情立刻开心了 因为你最不开心 不是因为知道自己差 你最不开心 就是知道自己没有东西给别人好 七十分都低分的 在你的表彰里面 但是你也很得安慰 不要紧 好过其他同学就可以了 甚至说 我不要你有自夸 我不要你有自愿 因为这件事 难阻了你经历我的爱 今天来到神面前 好像一个乞丐一样 没有面子 没有尊严 没有价值 不要拒绝他的因言 因为你什么都没 你什么都不给人好 把你的志愿担低 不要再说 有谁能像我 你要跟神说 神啊 有谁能像你一起起床 我好想鼓励你 我鼓励你 我鼓励你 躲起来双眼 我鼓励你 尊重在神里面 如果我可以成为一个 最明白神的心意的人 你愿不愿意放下你的价值呢 你愿不愿意放下你的尊严呢 你愿不愿意放下 你觉得自己都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需要神的心呢 好像一个黑衣来到十年前 主啊 其实我很需要你 主啊 其实我没有任何东西让别人好 主啊 其实我没有任何东西让别人好 主啊 在你的爱里面 我可以承认我的原样 你求圣灵又对你说话 我相信最难阻止我们的是自意 觉得自己给别人好 但神今天不是要来到去定我们的罪 祂想我们呢 去将这些东西交给祂 以至祂能够去接纳我们 祂释放祂 起于我们的心 所以鼓励你 我说一声 鼓励你 去告诉神听 主啊 我需要你 主啊 你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我善下满的 和圣灵你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虚心的人 成为一个灵里面很贫穷的人 可能我现在和思思都有一些钱 所以我会说不如给David 但是如果我一元都没有的时候 我没有得那么招职的了 我只可以领受 求神给你一个贫穷的心 你给你一个贫穷的心 哎呀 我要求你 支援你的手 你去开声 好吗 我想你去回应 你自己 不一定你只是靠诗歌 我想你自己也鼓励你 你去回应 你求神帮助我们 你用你的方法 用你的语言去妥过 鼓励你 没有点时间 我相信我们在等候圣灵的时候 圣灵会来到祝福我们 继续吧 你求神给你一个 去心的心 一个告诉耶稣 你很需要他的心 主我需要你来占领我 我要领受你的恩惠 以至到所有的重赞 所有的荣耀 所有的赞美 都是归给耶稣的 因为你不是在那里 在庆祝自己 你不是在那里 赞美自己的金钱 你不是在庆祝自己 而是在庆祝耶稣 阿们 但耶稣的大爱 可以去赏面 一切我们犯的罪 耶稣的接纳 能胜过我们一切 对我们自己拒绝 因为爱爱的能力 可以胜过一切的难助 我感动给多些时间 两三分钟 好美丽 好温柔 好像家闻带我们的健带一样 成为一个温柔的力 好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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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耶稣上帝你的旗号吗 但是你这么信心会向你呼求 神经说人非有信不能祷神的喜悦 但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有神 并且赏赐那尋求祂的人 神今晚要赏赐你 赏赐那些尋求祂的人 神今晚要赏赐你的信心 要赏赐你的回应 主下你帮助我们 神灵你帮助我们 我们等候你 神灵 如果你想更加多亲近神的 你举你的手 举你的手 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 主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夸 主啊你用你的圣灵 给我们每一个成为一个灵里面的黑盖 成为一个灵里面的黑衣 给我们灵里面的贫穷 给我们知道多么需要你 主啊你似一点给我们每一个的大兄姐妹 你成为亲自的工作 你成为亲自的触摸 你成为亲自的吸引 主啊给我们明白你这份大爱 主啊我们需要你 成为你多点 我们需要你 我们需要你 耶稣 我们需要你 赞 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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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留住宝水 醒醒我无悔 将我的生命赎回 你为了我的罪 牺牲又无悔 鲜明遗迹的恩惠 我深深体会 你爱的包围 献上自己有谁谁 我相信或几雷 或是你或是别 愿赶成壮胆 永远不退 你爱永不变 从静止到永远 深深交换我心结 我天上我的床 尽上爱的桑田 都不能交我与你爱根结 你留住宝水 你留住宝水 心情我无悔 将我的生命赎回 你为了我的罪 牺牲又无悔 邪明遗迹的安慰 我深深地位 你爱的宝贵 谁想自己有罪谁 我曾经我心泪 我胜利我思念 愿赶上重弹 永远不后悔 你爱永不变 从今至到永远 深深交往我心间 我天上过地上 这场海里上天 都不能叫我愿意而来 我心里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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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的宝贵 我心里有此理 在我的生命早安 我心里有此理 我心里有此理 你爱的宝贵 我心里有此理